在雙北宣布升級三級警戒 全臺部分的夜市停止營業 雖然臺北只有萬華區的夜市停業 但是其他的夜市人煙相當的稀少 臺中的部分則是有十一處的夜市 暫停營業 很多的攤商只好提早打烊 也讓不少民眾鋪了空 路上空蕩蕩的 這裡是北部民眾很愛逛的饒河夜市 原本週六晚上人潮最巔峰的時刻 因為雙北升三級警戒 讓民眾不願光顧 還有營業的店家很無奈 台北地區目前北市府只有規範 萬華區的夜市停業 其他夜市要做到十連制彩梅花座 使用隔板 一後營業的寧夏夜市人潮同樣受到衝擊 攤商一樣很無奈 人數明顯變少了 就是都是外在的 而台中地區則是規定十一處夜市停業 因為是幾日起讓攤商慌亂的趕快打烊 也讓不少特別來的民眾鋪了空 就是有點意料之外 因為這裡原本都是攤販 但是後來都現在都沒有 工資太突然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們已經有備料這部分 而彰化縣全縣五十多處的夜市均不得營業 嘉夜市府則是准三級備戰 夜市攤販在二十八號之前暫停營業 台南夜市則必須做到人數控管 禁止內用只能外帶 即使沒有限制停業的區域 民眾也明顯銳解 自發性的要參與防疫工作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